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九成的粮食都仰赖进口 为了改善粮食安全,当局尝试在干旱的沙漠中 使用人工智慧等最新科技进行农耕 未来将逐步扩大规模 在双江沙漠中出现的圆形绿地是一亩又一亩的麦田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属热带沙漠气候 大部分粮食都仰赖进口 政府数据显示 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阿联 在2022年进口了170万吨小麦 其中沙家占了33万吨 再加上进来的全球局势 引发该国对缺乏可耕地的担忧 当局于是在2022年 启动了占地400公顷的沙漠农场 以加强粮食安全 贡献约1700吨的小麦 目前最大的挑战是 每天需要氮化一万八千立方公尺的水用于灌溉 但官方表示 氮化水的能源成本会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 此外 农场还使用人工智慧和热影像来收集气候和土壤数据 以调节灌溉率和监测生长情况 沙漠农根气化还包包来自世界各地 35种小麦的实验田 以测试其与当地水质和土壤的相容性 而农场规模预计会在2025年 先扩增到1400公顷 最终要扩大到1900公顷